这样的北京你愿意来吗? 北京的房价之高,居于整个中国的前列,租房价格也不便宜 海淀区的二手房成交价大概8.6万元一平米 和他人合租一整套房大概一个月2000元左右 今天15号了,又到了还房贷的日子 在北京生活,每个月发了工资,第一件事就是交房租 第二件事就是还房贷,第三件事就是还花贝 每个月工资几乎不剩,我是泽青,一个北漂的上班族 每个月五环外的城中村,房租是2200,房贷2200 花费这个月3800,水电费100,手机流量加网费60元 日用品300元,公司午饭每月600 每天骑车上下班,偶尔坐车,交通费50 偶尔出去吃,加买菜1000元 这些基本的生存需求一共是6500 而在生存之上,要过得体面些的话 护肤品1000,买衣服1000,朋友小聚500 给父母买礼物500,满足这些欲望一共花费9500 在北京既要面对生存的压力,还要面对内心的欲望 我是一个不攀比,不追求奢侈品的人 我的消费观就是有什么样的能力就过什么样的生活 在北京,每天每一笔的花销市场狼狈不堪 但我还是愿意回来 因为在北京,我见识到了强者越强 也会逼着自己不允许示弱 在北京又忙又累又拥挤 但也是这座让每个人都停不下来的城市 成就了更好的我们 加油吧 加油